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到有了身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止代表着一切宗教的 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 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 在先天之先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 其为上有可指 为道其大不可量 其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 无不包 为无不入 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 贯彻了千经万典 贯彻了千法万法 贯彻了千教万教 贯彻了千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 人与我 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伯一家世界 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 道与我 有蛇们关系 道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许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曰信底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先天大道即是性里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可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式兵贩夫走足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见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世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 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 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 宗教信仰或贫贱 不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 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 不只认识了宇宙